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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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各位 今天就是 冻雨 七风冻雨 这个 老人天气 莫够如此 各位现在能坐在这里不容易 我们 今天这个讲义 是各位都要 先自己看 那你看看 我们对于一个踏摇梁 读这篇的子趣 就是 从那么一段 踏摇梁这个句目 我们对他核心的 考树 把它弄清楚 这么一个小玩意 他本身都有历史 都有 变化 而这个历史 这个变化 还经历了 只要两个阶段 对 可是这个名字间 如果你不把他 梳理清楚 真是会被怎么样 被他 搅乱视听 绝乱视听 让你呢 摸不着头脑 各位要知道啊 經典 都只是抄写 對不對 那个艺文 不同的文字 产生就许多问题 我们中国人这个好说 穷精 你看 費了多少人的心血 原来大家所不注意的 那原来大家所不注意的 那是 接近了 比较 俗文化的东西 我们一探索起来 其实它的 高难度 是不下于这些高文点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不受重视 所以资料就支离破碎 这是第一 因为不受重视 大家的书写的谨言度 就不够高 所以奇异性就多 但是它的奇异性 你只要 敏热的眼光 就会知道 它是怎么样 变成 相同的 会 产生不同的名词 我们这一段 《太遥两》 列举了十一段 资料以后 你看 我后边的论書 就像 捕破碎一样 这里抓一句 那里抓一句 把它 补起来 补起来 补什么呢 补内容 还要考量 资料的 时代性的问题 因为时代才有什么 才有前后 才能梳理它的统绪 好 好 建构出来了 我们终于 把这个 太遥两 可以给它一个 比较清楚的面目 在第几页呢 好 各位看 第五页 经过了 这个 考证以后 第五页的 第二段 纵观太遥娘的发展情形 对不对 佩欣你把它念 表演 纵观太遥娘的发展情形 大概有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季段在北齐 是河北的地方戏 特色为男扮女装 主题代表现最久的 丈夫和委屈的太太之间的争执 大约分两场 首场太太行歌 四场夫妻欧斗 以此引发观众的笑乐 这时的剧名叫塔遥娘 男主角叫郎中 后一阶段 在盛堂以后 或更早的出唐 特色为妇女主演 情节加上点酷 可能指妻子典当孤酒 因此人物也增加一位 管理档府的人 情节更多为三场 可能重在威胁调笑 甚至涉及淫荡 所以只去大义 这时的男主角 改称阿淑寺 剧名有的还叫塔遥娘 有的则认为塔遥娘 而通行的名称是台荣娘 台荣可能是 是也是由塔遥音转和练过来的 如果勉强解释的话 那么弹指冰白歌唱 容指姿态动作 同样是描摹其表演的礼词 此时的台荣娘 不只流行民间 而且也进入宫廷 任半堂把塔遥娘 看作全集剧 只演故事而兼备 音乐歌唱舞蹈表演 说白一种记忆 此剧情节虽简单 但冰白一句首位 合乎戏剧的要件 旧堂书所谓 合硕演习曲 而披之管弦 弦管 教方籍所谓 每一碟 都可以看出 用的是民间音乐 教方籍所谓 入场行歌 唐人其声喝之 且不且歌 佳话目所谓 欺美而善歌 美为悲悦之声 旧堂书所谓 欺美色 善歌 唯怨苦之词 玉兰所谓 自歌唯怨苦之词 常听乐所谓 歌声要其声喝 都可以看出 香土歌谣和包腔 而且是代言体 教方籍所谓 行歌之行 且不且歌之步 佳话入所谓 折腰盾其声 旧堂书所谓 美腰盾其声 常飞乐所谓 歌翻舞 舞己言 都可以看出 是地方风俗性的舞蹈 教方籍所谓 做欧豆之壮 常飞乐所谓 举手枕花店 不知心大小 容得许多莲 都可以看出 表演的身段 教方籍所谓 唱边 旧堂书所谓 悲速 常飞乐所谓 情交戏雨传 都可以看出 冰白 而且是戴眼体 教方籍所谓 丈夫卓妇仁衣 常飞乐所谓 花店 以及 与之有血缘关系的 苏中郎之 卓妃 戴帽 面正赤 都可以看出其装扮 将化入所谓 好事者 难为假面 一切其壮 假面 一般都认为是 面具 任半堂则以为 细 面部化妆作 美副之容 就此句而言 岩之成立 但也有可能是 另一种岩法 男败女装戴美副面具 俩说并可存业 就好既所谓入场的场 应当是一种除地为常的场 指的是平地上的表演区 常飞乐所谓的五言 应当如如今日的许书 是铺在地上或台上的台子 一座表演区 长生又云 马维行处在原压炕厂圆 则似五言 如果不是铺在平地的场上 也要铺在四面都没有遮拦的平台 即所谓舞姬之上 因为唯有如此才可以周扎成员 由以上简单的分析 可以看出 帕瑶娘已是十足的民间歌舞系 仍是给予全能剧的肯定 是极有道理的 再由常诗所有仔细推敲 此剧演进到谭瑶娘的阶段 在表演艺术上是非常细腻的 观众的反应也是非常热烈的 好 但是 这个啊 最后应当 其实应当还可以加几句 但无论如何 它的固执行解 是短小简单的 它的这个 这个过程的戏剧元素 还是在初级的阶段 初级的民间的这个阶段 还没有发展到一种精致完成的这个艺术层面 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地方小戏 应当加这几句 会更好 佩馨把它记下来 把它加 加一下这里 因为我当时觉得我这里谈的是小戏 所以呢 已经可以看出啊 它 就是小戏无疑了 嗯 好 那么 接着呢 第二章啊 我们说太阳梁所引发的问题 从这个核心 我们引发了一些 学术上的其他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没有人讨论过的 首先我们 往上推 可以推到 汉代的脚底系 踏摇这两个字 往下推 往下开展 又可以开展出 宋太的这个踏串 杂斑 明代的过景系 还有 现在 还存在的 由明代末年 在大陆 滋生的 许许多多的地方小戏 这个 没落这个路线 我们把它贯穿起来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 一种 一种 学术疏离的统训 所以我们呢 这个整个的题目 各位看整个的题目 叫民间细取小戏 踏摇两体系之圆流考树 这才能说它圆流 它的圆 就是脚底系 它的礼物 就是宋代以后 各位往下 这个有目录吧 前面有目录吧 各位看目录 它的礼物呢 它的礼物呢 就是 宋经之篡体 杂斑 和明代过景系 这些呢 都是它的 延续下来的礼物 它清代的 最白球里边的地方小戏 最白球是乾隆年间 近现代地方小戏 都是它的体系下来的 你看 中国文化的圆圆流长 以一个 这个 它还要两个 我们就可以 把它 建过起来 好 下边呢 我们简单的说 这个宋经的串题 串 我和各位已经说过了 在宋代 我们在 现在的贵州 西南一带 有少数民族 这少数民族 有个叫串族 串族就类似我们 台湾的九族 原住民有九族 比如说布隆族 塞下族 这个阿美族 等等这样的族 这个族 他呢 他呢有一种 主群的这个舞蹈 他有特殊的布 把装扮 他穿着他们的主群的衣服 踏着他们的舞步跳的 就叫串族 就叫串族 他那个形式 就叫串题 那这个因为他到过 汴京来 在宫廷演出过 大家看来很喜欢 就模仿了 因此就存在中国 他就是串题 其实啊 根据我们的观察 自古以来 不管中国 或者是 这个 西方 非洲 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就是原住民 他们的这种 演出啊 几乎就是我们所说的踏窑 踏就是土蜂 窑就是他们的割窑 都是踏地为解的 我也和各位说过 这种踏地为解的踏 是不是已经 发展到肢体的语言啊 还没有到肢体的语言 它只是个硬立杰作而已 我们台湾的车谷系 山脚采茶系 这个客家系 竹马系 都是一样 原住民的 祭典的那个什么啊 可能过活晚会 过活就是烧的木材 烧这个木材 围着圈圈 拉着手唱歌跳舞 你看这种过活晚会 可以追溯到我们甲骨文里边的什么呢 财记 甲骨文记载的财记 用木材的财 就烧木材 财记 我也在这个 这个 到过这个云南 有中国第二少的少数民族 第一少的好像是龙江族 还有什么在一个山壁 里边四千多人 我去的那个是聚集在一个村落 叫鸡糯山 鸡就七块的齐 糯就是 这个云糯的糯 原字边一个 一个肉式的肉 鸡糯山 那一万多人 我们上去访问 当天晚上就和他们做了一场过活晚会 那跳的都是和我们一样 我也陪过陈其路 到过我们的碑南祖 碑南祖就在屏东那一带 也是过活晚会 都是烧的木材围在 大家围在那木材的火里 烧的火堆里边晚上 唱歌跳舞 有时候还可以喝酒 我在碑南那一场 连陈其路都被拉下去跳舞 我说哎呀 我这个脚是不听话的啦 对音乐没有感觉啦 他们不相信 硬把我拉下去 结果呢 人家抬右脚 我就抬左脚 人家脚放在地上 我就抬起来 总而言之 转了两圈啊 都没有长进 结果被那个 山地姑娘把我推出 真是木头人 把我推出去了 不教我了 有这个情形 所以我对音乐是毫无感觉 但是当我静下心来欣赏 和要品味音乐 下礼拜我还要讲一个什么 我说 那个厨房啊 你们那个学位叫什么 民主音乐学位 对不对 你们既然给我一个题目 要做主讲叫什么呢 就戏曲音乐 在当代何去何从 这个题目伟大不伟大 不懂音乐的人敢讲这些吗 但是我就可以吹 你们不相信 来我说给你们听 谁知道我音乐毫无感应 天下之奇妙莫过如此 好 所以这个文化你看 这人类的共通性 由这个踏肴 古代如此 现代如此 中方非洲都一样 好这种踏肴你看 在宋代 它就形成了 串题这样的一种表演艺术 那么杂班 杂班就是 不是正式的这种细班 这个半也写作班 这个细班的班 你看这两个字 一定是有一个错误 就声音相同的额变 我们说因同而变 我们说因同而变 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细班呢 是流动在民间的细班 都是乡下 这个农夫农户啊 在农险的时候 组成的细班 出来演戏陶 华特 他们成为的结合 很离书性 乡土性 在宋代就有 后来称为宋杂居的 最后加进去的一部分 就叫杂班 杂班里边又有一个名词 那叫紐圆子 紐 是紐約的紐 元 元旦的元 子 兒子的子 你看這個紐圆子這三個人 是誰弄得清楚 他什麼意思啊 那麼有一個學者 不是福濟 福濟更找了一位學者 叫誰 一下忘了 我覺得他說得對 他紐 就紐央哥的紐 就提手旁寫錯了 元是什麼呢 元圈圈的元 我這裡面應當有誰 元圈圈的元 所以紐圆子是什麼 大家手拉手 多著圈圈在跳舞啊 是不是也是土紅舞 是不是踏搖啊 所以還是土紅舞台 紐圓子 是更離俗的一種說法 這在宋誕 所寄假下來的民間的這個 這個戲劇 而太搖兩的夫妻打架 就是腳底戲的一種 一種比賽 競爭 那三國時代的 這個有一個慈善 這個什麼 香雞 等等一些劇目 在上一次我們的講義裡面 已經有了 都可以拉上來 所以往上 甚至再更早 就隔天四之名 殺了牛 打勒勝利了 把牛尾巴砍下來 拿著牛尾巴 大家圍著圈圈跳舞 也是一樣的一個系統 那麼過緊戲是什麼呢 過緊戲就是 明代啊 宮廷裡邊的這些 貴族啊 王族啊 皇族啊 他們平常生活在深宮 不了解民間 所以就給他們一種 所以就給他們一種 了解民間的教義 那就是 把民間的小戲劇團 一個一個 組合起來 比如說 這個 這個 山西央哥 陝西央哥 這個 江西花谷 湖南花谷 雲南花燈 江西彩茶 台灣車谷 等等各地方的 這個歌舞小戲 一串 串成一百個小戲群 一個一個 演給這些 黃子黃孫美 看 那每一個都很可笑可愛 所以一個接著一個 因此叫 過緊 緊表示 美好啊 吸引人的意思 所以叫過緊戲 事上是一個大型的小戲群 這是到明代 是不是太遙良的一個體 一個敵 敵 敵船的祖孫那樣的船啊 而近代的地方小戲 那更多了 近代的地方小戲 各位有四大體戲 北方的叫秧歌戲 所以受限秧歌 反正北方的都稱秧歌 那秧歌 那秧歌顧名思義是什麼啊 說成啊 農事說成啊 大家就在田地裡邊 圍著圈圈唱歌跳舞啊 娛樂啊 變成一種濃嫌的休閒娛樂 和對於這個什麼啊 一種豐縮的慶祝 這羊歌戲 所以北方叫羊歌 長江遊役的這個 這個歌謠啊 歌舞啊 踏謠 還加一面 一面鼓 這個鼓呢 打起來啊 翻弄啊 各種姿勢都有 因此叫花鼓 所以北方叫羊歌戲 長江流役的 流役的像江西 湖南湖北啊 這個沿江的流役的 就叫做花鼓戲 各地都有 我們東南採茶地區 包括江西 福建 這一塊這個秋林地區 採茶的時候 大家會 從這個山頭 從這個山頭 飄到那個山頭 唱著茶歌 所以就叫採茶戲 採茶戲 西南一帶 雲南 貴州 廣西一帶 在元宵的時候 都會提著花燈 上街上跳花燈舞 唱當地的歌謠 那那個花燈舞就踏 歌謠就什麼呀 搖啊 那這樣的一種 形成的小戲 就叫花燈戲 那各位可以知道 那各位可以知道 這些地方呢 都是用一種踏搖 的歌舞 加上 簡單的故事 應用太原 代 代言 代言 體 來表現 一個簡單的故事 所以成為地方小戲 啊 另外其他呢 各地方歌謠啊 啊 比如說東北 有二人傳 還有西北呢 也有花耳 爬山調 啊 啊 等等 我們 這個東南呢 還有山哥 啊 車谷 所以還各地方 也有發展一些 更地方性的 歌謠 這個就是歌謠小戲 在以歌謠形成的小戲 佔著 地方小戲 絕大部分 但是還有其他 其他哪一些呢 請各位看看目錄 這個呢 第五章 《近現代地方小戲》 《行程之境路》 《行程之境路》 沒有很少 是根據華東的這個巨種介紹 它五六十個巨種 我分析了 這個地方小戲 这个形成的进入 后来 有一个我的学生啊 就施德玉教授 现在在成大 这个 成大艺术研究所的特评教授 他那时候要升等教授 我说现在啊 大陆出来一个新书 这个新书呢 就是各地的地方住 各地方的地方住 是由当地有县级的 这个县级政府 组织调查队 调查他们县里边的 把资料乘到省 省里边又三节 三节以后又成到中央 中央就是 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 属于文化部的 中央的又把它编成 这个省的细举字 那时候呢 它总共有三十几 三十三册吧 出了二十七八册 我向他说 这个我有 你去做开创性的演出 从检疫入手 去做小细研究 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从事戏局的人 全体为你收集资料 都刚收集好 他们来不及用 你就先用 结果他写了一个 相当畅销的书 小细研究 它里边呢 就补充了我两点 这个发展的进入 后来 他这个文章啊 我们两岸第一次 很盛大的学术交流 在东北 这个沈阳啊 举行 施德毅呢 就提出这个论 大陆的那个戏曲界的大佬 叫郭汉强 他特别呢 公为他 还借此骂大陆的学者 说你们费那么大的工夫 所做的事情 结果呢 人家台湾的学者 马上就利用了 就写出了这样的东西来 你们都还不知道去运用 所以各位要知道 这个学术有时候啊 那个资料的运用 抢先 是重要的 但更重要就 抢先以后 你要懂得运用 所以这一篇里边呢 我们就打通了 整个这个系统 像这个系统的这个梳理 是没有过的 但是它是存在着 中国戏局研究的一个重要体系 你看 这个 近现代帝王小记 形成着进入 如果没有我 一个一个具种分析 没有诗德玉 花那么大的工夫 把那个戏曲字 二十七种 有关小戏 翻遍的分析 你就无法建构出 以乡图歌舞为基础而形成 以小型曲艺为基础而形成 以杂技为基础而形成 以农舞为基础而形成 以小型火戏为基础而形成 以多元因素结合而形成 这六条纲目 这六条纲目就是所有小戏 原生的进入都在其中 都在其中 什么叫小型曲艺呢 曲艺这个名词其实是 不太合乎 这个科学性 逻辑性的 不过 在大陆已经形成了 大家的共识 什么共识呢 就是凡是收藏的 文学艺术 都叫曲艺 说的 说说而不唱 唱而不说 或者既说且唱 都算曲艺 等于我们现在的收藏文学 各位收藏文学是韩库 说说而不唱 说而不唱 讲古 对不对 台湾叫讲古 大陆有一些这个什么呢 主板书 铁板 坏书 等等 那么唱而不说 像我们台湾的七字收藏 那个杨秀卿的闽南收藏 他是既收且唱 对不对 那像 这个大古书之类的 就是唱而不说 主地书 还有主地书 谈吐 这些都唱而不说 谈词古词 那是既收且唱 小型取义 因为它短小 所以把它改编过来 很容易就变小细 还有以杂技为基础而形成 杂技像 各位记得吗 东海皇宫 汉代东海皇宫 人府搏斗 是杂技 他一转变 戏剧化了 戏剧化了 和挪武 各位挪武也有小型的挪武 挪就是一种驱学的一种宗教仪式 挪武 挪以小戏 最典型的挪以小戏是谁 是什么 我们读过的 方向戏 但方向戏 是不是到小戏的阶段还不知道 九哥 九哥 那就是农武小戏 那么其他因素 因为有的呢 它是不止一个单一的因素 而是结合其中一两个元素 构成了比较复杂的小戏 这些小戏啊 以什么元素为主体的 那它产生的小戏 必然有那个主体元素的特色 你比如说东海皇宫 它的特色一定是什么呀 东海皇宫 一定是以一种武术为主 像太遥良 那它是以歌舞为主 挪以小戏呢 那一定是和宗教的 这个鲤鱼 或者宗教的那个动作相关 我们可以说把小戏的两个系统 一个工艇 一个民间呢 我们告个段落 那么现在小戏还是遍布整个中国 它有没有剧本呢 它严格说来是没有剧本的 因为小戏 散播在民间 都是即兴的一种演出 歌词 动作 都是灵活的很 你爱怎么样子 只要能够当场使大家性高采烈 使大家笑闹一番 就达到目的了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所谓学者的怎么样 田野调查的记录 记录下来 好处是 货人可以看到 坏处 他就死定了 为什么是死定呢 他的歌词 他的音乐 其实都活的 但就死定了 他不像大戏 大戏呢 尝试先有剧本 对不对啊 然后再去造本宣科 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 各位如果要 了解小戏 只好到田野去看 或者碰到了 你就观赏一下 你了解 哦 这就是什么东西 以下我们谈的这些大戏系统 我会简单的 把 这个时代 或者这个系统的 戏曲的发展的情况 来龙去末 以及它的重要代表作 给各位提纲切领 很简单的介绍 情形是不一样的 我最近在大陆出了一部书 叫 《戏曲巨种眼镜石考书》 《戏曲巨种眼镜石考书》 这个书的体力 和研究的内容方法 是从来没有过的 也就是说 它不是戏曲史 但是是戏曲史的 主体的刚架 一个架构 我认为戏曲史 如果没有先有 戏曲巨种眼镜石做 刚架的话 所讨论出来的戏曲史 都是会杂乱无章 都会这个什么呢 难以追本溯源的 而现在的戏曲史 都是按照时代 戏曲巨种的发展 请问各位 他会不会说 英带灭亡 我也跟着灭亡 当然不会 所以 所以 应当 你对戏曲 巨种 你是别曲杂巨 这个巨种 那么巨种的元生 是在元代之前就有了 你他的婴儿起 他的少年起 要不要算 当然要算 你看他的历史 他的成年 他的壮年 他的衰老 他的 敌传的 祖孙 要不要说 几个重要 这样才整个没落清楚 所以像 悲曲杂巨 他是可以上述到 金元 元是元柳那个元 金代最早 最起先称金元 还有下来是 蒙古 元代的 早先是蒙古时代 然后才是元代 这些啊 不是 我们现在说 元渣句是元代 所以他的元生起 他的成立起 世上都在元代之前 进入元代就兴盛了 到了元代的中叶以后 全盛 衰落 在明代 北曲杂巨 整个明代 明初还很盛 可是明初以后 明中叶以后 开始没落 类似这整个 才是整个北曲杂巨的历史 我们现在应用的是这样 而不是元杂巨 你这样谈就截脱气味 在元杂巨之前 事实上还有一句 南曲细文 南曲细文 相对元杂巨 相对元杂巨就是北曲杂巨 所以北曲杂巨和南曲细文 这是由宫廷小戏发展出来的 就是北曲杂巨 民间小戏发展出来的 就是南曲细文 你看 类似这样的一种建构方法 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各位 北曲杂巨 南曲细文 这两个大系统 它就好像我们中国的长江大河一样 长江就南曲细文 北曲杂巨就像黄河一样 是莫动的整个大陆 所以我们呢 谈了这个大系啊 讲说的方法就稍微变化 稍微变化 那南曲细文 北曲杂巨 这两个磨动大陆的 这个长江大 就戏曲实的来说 它是两条组墨 可是 北曲杂巨 如何原生 如何形成 南曲细文 如何原生 如何形成 却是 所有的戏曲史 到目前出版的戏曲史 没有一个说得清楚的 廖奔 作风不影 有一些道理 但是总是 倒费作章 那其他就不必说 其他不必说 我呢 对这个问题啊 给我触动的一个 探讨的 这个各位注意听 探讨的这个 方法 和切入点 是这样子 因为文献 资料实在是 太少了 北曲杂巨 还留下一些 诵经杂巨 原本 还有元代的 这些舞台 建筑 考古文物 或者画像 诶 这个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 南曲细文呢 因为它 原生的 是在浙江的温州 温州这个地方 台风 像这种天气多得很 这个对文物啊 难以保存 西北干燥 所以就不一样 还有我们猴就发现了 这一些 发展完成的北曲杂巨 南曲细文 它本身 就 零零碎碎的资料里边 却留存了一些印记 这些印记是什么呢 它 不同时代的 不同名称 不同时代的不同名称 比如说 南曲细文 佩馨啊 你拿文笔 有哪一些名称呢 都和南曲细文有关系的呢 第一 第一 胡令生硕 第二 勇家杂巨 温州杂巨 還有矽文 矽棋 南棋矽文 南棋文 永家棋曲 南棋 另外還有 南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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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些 像這些名詞 大概有九個還是十個 像這些名詞 它散落在各種資料裡面 這些資料 也沒有告訴你是什麼時代 可是它不管怎麼樣 已經給你一些訊息了 我們對一個人的生平 如果不知道它什麼時候生的 什麼時候死的 生平履歷也不太清楚 可是它也在它的作品裡面給留下來 譬如說某某人 它呢 有個乳名 然後呢 它也有什麼樣 也有 名字了 然後也有人稱它 什麼學士 壽士 博士 或者科長 或者是 師長 或者教授 甚至於 副主委啊 副部長啊 副部長啊 部長啊 等等這些 頭銜 那你可不可以從這些頭銜裡面 給它排出一個生命的 履歷出來啊 因為呢 官職越高的 常常是在比較後邊 不一定 有時候被扁了 然後再升上來 拿現在來說很少 這樣 在古代是 泛海浮沉 會起起落落 可是 陳乎它 壽士的時候 總部會在 博士之後嘛 對不對 陳乎它 教授的時候 總部會在 博士之前嘛 陳乎它為 部長 總部會 剛剛這個 得到博士學位 所以你這個 可以排出一些秩序來 這是 可以這麼考量的 因為 一個人的生命史 和一個巨種的原生發展史 在名稱上 它應當是一樣的 可以列比的 這是首先 我發現的一個 可以探討的方向 我的方法 第一 許多名詞裡邊 必然有一些 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比如說 也有人稱呼這個人 叫中國人 叫中國人 稱呼他台灣人 台大人 像這個 中國人 台灣人 台大人 這只是他的 怎麼樣 一個群體 和他 生平的關係 自然就怎麼樣 並不是十分密切 所以像 這一些 一種 共性很大的 不太密切的 就先把它剔除掉 譬如稱南曲 南詞 因為 南曲戲文 它是用 南曲 寫作的 所以簡稱 用它的這個過程的 曲的 這個戲曲裡邊 為主要元素的 曲 是屬於南曲的 來稱呼 這個對這個劇種的發展 沒多大意義 可以先提出 南詞顯然是 從 詩詞曲的觀點 它是接近詞的 它強調它的那個 曲文 是 有 詩詞的 情味的 所以南詞呢 也可以 不必管 也就其他 像這一些的 就好幾個 可以把它剔除下來 好 那其中有意義的 你看 這幾個怎麼排列呢 像這幾個排列 各位看 南曲戲文 和 南詞文 和 這個 南詞 稍寫了一個南詞 南曲戲文 南詞文 南詞文 南詞 它是詞文 南曲戲文 南詞文 南詞 西文 南詞 這四個名詞顯然是怎麼樣 一個體系的全稱案省略 對不對 對啊 西文 就說明它 重在 文本 它用南詞演唱的 所以南曲戲文顯然是它的全稱 全稱 那省稱進一步 南詞文 再省一點是怎麼樣 南詞 南詞 南詞呢 重其戲文 就叫 重其這個文本 就叫戲文 所以這四個 只是一個什麼 一個全稱 還有省稱的幾種方式而已 它就像北曲雜跡 北曲雜跡 北雜跡 北記 雜跡 是不是都可以互相對稱啊 所以這是一組 那詠家雜跡 和溫舟雜跡 詠家 溫舟 都指稱 同個地方 只是 古今怎麼樣 地域名稱的不同 所以這也是一個東西 然後 婦靈聲碩 這個很特殊 所以這裡邊呢 就是我們可以歸納出什麼 四個重要的名詞單元 一個婦靈聲碩 一個勇家雜跡 一個南曲戲文 還有一個什麼呀 勇家戲曲 勇家戲曲 這四個名詞 都各具特色 而且獨具特色 所以這四個名詞 如果把它考證清楚 這四個名詞 也許就是它的 人生發展史 也許就是它的 人生發展史 好 最後大家 它死掉了 大家稱呼它 在記掉它的那個 指選 就是它最後的指選 也就是說它生命結束的時候 你只要考察 它得到這個指選的連月 那麼它的這個連稅 生竹連也就出來了 如果呢 如果呢 你這個 再往下 乳名是什麼時候 稱什麼時候稱學士 你稍微考察 那個時代 小學六年 中學六年 大學四年 加起來多少 十六年 十六年 那就是十六年 我開始稱學士 所以稱學士的年代 是不是也可以考察出來 那一般 壽司大概幾年 又有他自己的知識馬跡 他寫的哪一首詩 這首詩恰好他朋友 說是什麼時候做的 你找到這樣的資料 那時候稱呼他壽司了 哦 他壽司是什麼時候得到的 這逐步考察 就可以把這個體系怎麼樣 梳理清楚了 我就運用這個方法 從 記種的這些 不同名稱 先 排除掉 它沒有意義的 建立起 和這個聚種生命史 應當有絕對關係的名詞 再去考察 這些名詞本身的意義 這些意義所代表的是什麼 終於呢 就把他的原生的 大開的時間 他完成的大開時間 他發展 他發展留步的大開時間 他發展留步的大開時間 就可以梳理出來 雖然 雖然 他不是 每個時間 都是絕對的定點 但是這是無法 有定點的 因為生命的成長 他不能說 哪一年 哪一月 就如何如何 它只是一個概略的過程 你把這概略的過程 他原生的時代 他原生的時代 就像這個人 他的童年時代 他的少年 他的青年 他的壯年 他的老年 把這時代 都能夠建構起來 本身 這個人 是屬於哪一個時代的人 在什麼樣的時空裏面 有什麼樣的影響 這就正確了 同樣這個劇種也一樣 你大開原生於什麼時候 完成於什麼時候 這個劇種在那時候的政治社會 背景之下存活的情況 也就可以明白掌握了 不管怎麼樣 我的這種方式是第一個建立的 當然 這些呢 也有的 可以慢慢再 有更豐富的資料 再補充 再修正 比如說 佩馨 他呢 就 從這個 這個皇帝啊 武宗啊 還有 這個 下江南 和一些 和一些 文人的 過往情形 探討出來 南齒戲文啊 在 武宗那個時候 在蘇州一代 在蘇州一代 受重視昌盛的情形 在紹興年間 他這個廢除了 他這個廢除了 教訪 所產生的情況 又推論 這個南齒戲文 可能 原生的時代 要早一點 我自己呢 也從一些 其他的資料 又探討出來好些 很可能的現象 這個勇家雜劇 這個雜劇啊 可能在 李厚祖的那個 那個誰啊 那個 那個 韓西在 夜宴圖 裡面那個 階段 恐怕 南齒戲文 都有跡象可循 但是他 沒有其他的證據 作為 呼應 所以 只能站著一個 假說 假說 你們都知道 科學有所謂假說 愛因斯坦 認為 有個黑洞 可黑洞呢 沒有人看過 我們大中華民國 第一次花啦 好好花錢 中科研究院 也第一次 組織那麼龐大的隊伍 和世界各國 合作 終於發現 黑洞的影像 照出來 所以你看 這個人類真是地球村 讓發表在這裡得意養養的是 我們的研究人 事實上是 世界 所有科學家的 共同的 成就 可能我們 恰好統合了什麼 那麼 愛因斯坦 你看這個了不起的人 他的科學 就被我們現在把它證實 證實 學術常常會這樣 這叫假說 假說就是還沒有實證 可以建立 支持他 但他有沒有意義價值呢 當大家都不解的時候 他先提出這個觀點 所以學術為什麼重視觀點 你觀點正確不正確 也是如此 我們下面 要講的兩個主題 都是 應用這種方法 應用這種方法 考察出來的 好 我們下個禮拜 發講義給各位 然後我們在 來 只要來說 你們 好吧 今天講到這裡吧